真正忠忠先令了 几个干过第一天的瓦砍 引起了 这给他干活啊 都在这 都给这干了吗 对 那小玩意了 你是干啥的 我是开瓦砍引了 哦 开瓦砍就瓦出来了 那是我在点上看了 那铁的铜的瓷器都可知弦 就是引领不是更知弦吗 是这样的老师 你这个 看你这些东西啊 确实是 股东补价 也确实像瓦出来了 你在点上看了呢 铁的铜的瓷的 一个可知弦 得几百万几千万吧 是吧 那我这不是更知弦吗 他是这样的 你这确实是 国去的劳动银 看你这个 气星啊 这应该是 明清时期的 劳阴顶 距离现在确实 很长时间的历史了 不过像你这 你看都是 起格过的 都是党是人们用的 三水银子 因为党是 是印本位 虽然说阴顶有 一粮的 二粮的 三粮的 五粮的 甚至四粮的不当 但是这属于大额货币 比方说你拿出去 卖动银的时候啊 你用鱼粮 像这种散粮的 它都会切割 上乘 像你这个 都没问题 牛沙水啊 你能瓦出来那么多啊 也确实是 非常厉害的 就在这瓦了吗 是 我问你说啊 谁都不知道这个地方 我瓦出来的谁都没说 哦 那牛沙水啊 看你这些东西啊 这都是整的 这都是印的 那我这发财了 这是 就能制作先了 法比削菜 没任何问题 这在国去啊 这是民间的 树营亭 肝心量还是 非常高的 基本上都能达到 96%以上 但是你这是 被切割过来啊 新装也 大消不已 重量的话 肯定也不一样 像这个目前 挥手价的话 能 手到 10块钱一克 没任何问题 还有其他东西吗 挖出来的 妈你刚才说给多少钱 按壳中 10块钱一克 你给这个价位不容 你要给高一点 我告诉你还有没有其他东西 他是这样的老伯 主要是因为你这 切割过来 而且现在印价还不低 5块多一克 但是的话 他的 文化价值啊和信仰价值啊 就 非常非常低了 如果说你是 完整了 气形好的 你就是民间的树营亭 也能达到 230块钱一克 没任何问题 如果说你是无实量的管印啊 那都是 比较贵的 不懂平项的一个十几万 如果说是好平项的啊 一个几十万 没任何问题 或者说你挖出来有因缘的情况下 因缘还是 比较贵的 一般像能卖地地呀的呀 这都在根据国去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斗地主的时候 对于民国的特殊环境啊 紧张打仗 老百姓啊也没有合适了 这个银行或者说嫖号 一般都是把自己的菜单啊换成因缘 或者说 因定 放到家里面 主要开始因为啊 党是证据不闻 紧张 更换超带 所以说老百姓 更详信 真心白印 但是见过之后的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 不是化粉成分吗 普通的老百姓啊 一般会有一些因缘 或者说同班 当时国家号召 都是上脚 换职币了 上脚的时候啊 对普通老百姓 没任何印象 但是你要是 富农打地主啊 那就印象大了 党是化粉成分的 所以说有一些单小的地主啊 就把这些东西扔了 单大的地主呢 就把这东西藏在自己的甲里面 或者卖在地下 一般你能挖出来这三对印子的话 我估计你再挖省一点 挖出来点因缘 也是非常正常的 如果说能挖出来一罐子因缘啊 你就是最普通的大头 一罐子的话 十几万 还没这个问题 因缘咋得贵啊 哈哈哈 那你挺进展说 你应该挖出来因缘了吧 挖出来了 主要看你的甲位 你的甲位要给的磕石了 这都可以给你 哈哈哈 他是这样的老哥 因为这个气氢是餐厥的气氢 所以说他甲位你可以随便打定 十块钱一壳 是绝对不抵了 你要把你完整的印定 或者说因缘拿出来 给你因缘的品项 搬币 给你保价 像你这些东西啊 我给你点着可能有四五百壳 这一小八东西啊 十五千块钱的 我感觉这还是有点低 我的东西多 我多大天机呀 谁给的价格高 我给谁 哈哈哈 对对对老哥你手的对 货币散价不后悔 呃你能的 多打定了之后 好好好